偶像練習生歷經將近四個月的選拔 選出排名前二十位練習生 進入最終直播出道考核 在宣布排名過程中 除了上位圈的排名讓人好奇 誰能搶下第二十名 保住爭取出道資格的位子 也讓人看了超緊張 恭喜華儀兄弟鄭瑞斌 我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為我投票的全民製作人們 你們 我不知道能夠用什麼樣的話 什麼樣的方式去報答你們 我能夠做的就是 不辜負你們給我多一次戰勝舞台的機會 我會把你們這份寄託一直帶到最後 謝謝你們辛苦了辛苦了 雖然沒能進到二十年 但是我能走到這一步 我陪伴我的兄弟們一起走 我就已經粉絲滿足了 鄭瑞斌和周彥晨的感性發言 讓不少練習生感觸紅了眼眶 而在順利晉級的名單中 有不少練習生排名大幅上升 連自己都相當驚訝 我接下來公佈第十二名的練習生 全民製作人是這樣評價他的 長得帥 唱歌好 還會玩 悠悠球 恭喜社長畢文俊 接下來是公佈第十一名的練習生 他是來自香蕉娛樂冷彥君 不 林彥均練習生 接下來公佈 第十名的練習生 雅各文化的練習生 前正號 我給你說什麼 我給你說什麼 首先感謝全民製作人 給了我一個既驚嚇又驚喜的一個禮物 然後 然後 不可以不可以 我們公司 這次可能會有人走 然後 我希望就是 大家的心態都放好 對 然後 都繼續加油 我覺得 就是要一起進步 今天 全民製作人送了我這個禮物 能夠讓我留到最後一輪 那我會 往出道的地方更加努力 其實我 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 會 就是會 會進入到前二十 然後 感謝 在這四個月裡 照顧我的大家 雖然暫時沒有進入前九名 但是距離出道位子 只剩一步之遙的他們 在決賽的表現也讓人相當期待 為了成為出道男團九名成員之一 偶像練習生的男孩們 卯足全力展現最好的一面 就是希望獲得全民製作人的青睐 替自己投下一票 而這之中有個從首次排名公開至今 名次從未變動過的萬年老三 第三名的聯繫生 他 他 他每天都吃飯 對了 那我也有可能 你要這麼說 吃的 應該不少 因為他 胖了二十斤 去吧寶貝球 我們恭喜來自樂華娛樂的 范晨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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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製作人們大家好 我是范晨晨 因為你們的鼓勵 然後我也 慢慢地 變得有自信 變得進步 然後呢 真的很謝謝你們 對 然後就是 大家都來自不同地方 不同的環境 然後大家還是聚在一塊兒了 我覺得還是 挺開心的 練習的時間 其實 相較比較短吧 沒有那麼長 但我覺得 真的算是情濃與血 我真的是把你們都當成兄弟那種看待 其實每一個人走 其實都蠻捨不得的 然後 裝畫都不好看 來 謝謝 然後我覺得就像我們隊長說的那樣 這只是我們的開始而已 對 你們不可能比別人差 希望 以後變得更好吧 就這樣吧 對 好 謝謝大家 范城城在節目中 總是真摯天真的模樣 得到不少網友的稱讚與支持 排名始終穩定在第三名的她 是否能繼續抓緊這個位子 邁向出道之路 也讓人相當好奇 在偶像練習生排名公開儀式中 陳定龍與蔡徐坤二度角逐第一名寶座 再次一起上台等候排名的公布 小心小心 沒有 假動作 如果沒記錯的話 第一次好像就你們兩個站在這 濃濃 今天感覺氣色不錯 對 最近比較開朗一點 謝謝各位全民製作人 看到我的努力 我的進步 然後 又讓我有一個 再次上升空間的一個機會 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努力的為我投票 謝謝 其實是 之前 第一次也是我跟濃濃 站在這 其實我看到 看到濃濃她現在笑得這麼開心 我也很開心 對 然後 嗯 就是我 我希望大家今天 真的我們一定不要哭 我們一定要笑 因為還有一個 和導師合作的舞台在等著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有 就是值得我們去好好努力 然後很好的一次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好 然後一定 大家一定要 有正能量 嗯 每個人都很棒 但第一呢 只有一個 恭喜 個人練習生 蔡徐坤 個人練習生 蔡徐坤 恭喜 同時也恭喜獲得第二名的練習生 濃濃 她總共獲得來自全民製作人 投出的 665萬 1023票 所以我們首先有請 坤坤 說一下自己的感想 首先 還是要感謝我們的全民製作人們 今天也是這個 這個彭 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裡錄製 然後我們錄了也有將近四個月了吧 我覺得這段時間 確實從零開始 然後又重新學到了很多 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比之前更強大了 我們都會越來越好的 來到偶像練習生 也已經四個月了 然後結交了許多的好朋友們 台下的好朋友們 你們一夜繼續的去努力 然後我也會在這邊繼續的努力 所以謝謝你們的陪伴 偶像練習生即將迎來最終決賽 二十位男孩 戰戰兢兢的準備最後的舞台 九位能夠進入出道男團的練習生 也呼之欲出 到底哪些人會脫穎而出 組成全民製作人心中的最佳男團 必須鎖定4月6日晚上8點 在愛奇藝直播的偶像練習生 萬學龍王健堂整理報導 7月35號 8月13日 6月18日 該體中央